我叫徐佩儀,我是The Bakery的店主 大概七歲的時候開始有一巴士綜合症病的症狀 就是手腳沒有力氣、皮膚沒有感覺、生水泡、身體、膝蓋、胃 開始痛、吃不到東西、嘔吐 當時醫生也不知發生甚麼事 我長大約一年才正式入院去看看發生甚麼事 入院後,那時瞳孔已經放大了 醫生已經說不能夠,因為長大太久了 那時醫生不知用甚麼方法 唯有把所有抗生素都打在我的身體上 以及吃雷包上 現在醫生最新的原因 他跟我說,其實很大機會是當時打了流感針 而有一些併發症或副作用 那這個病對我有甚麼影響呢 就是因為吃得太多雷包唇 它有很多副作用 除了令到臉變得很圓之外 令到我整個抵抗力都沒有了 出汗一點,風一吹過來 我就可以生病兩星期 而且它影響到我的情緒很多 因為這個病令到你的皮膚沒有感覺 慢慢我就會覺得 好像我摸不到我的腳 我就覺得這腳不是我的 我就唯有不斷地去 摸它 因為我看到他有一點傷害 我才覺得 嗯 感覺才好像有一點 但其實是完全沒有感覺 到現在過了那麼久 但其實他也有很多後遺症 令到我生活很多不變 家人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扶持我呢 我會覺得 他們實在犧牲太多了 對我來說 因為我那時因為這個病 我情緒控制得很差很差 我一發起脾氣上來 我會把全屋的東西丟爛 甚至乎到傷害自己的行為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可以 宣洩到內心的情緒 在這段期間 我媽媽,我大家姐,我現在姐 還有我姐夫 不停地重複 又重複地告訴我 你這樣其實是不可以的 你傷害自己的身體是不可以的 因為你不只是傷害自己 你還在傷害你家人 關心你的人 很難過見到的時候 因為他痛的時候 其實你沒甚麼可以做 你只可以幫他舒緩按摩 跟他祈禱,跟他聊天 還有陪在他身邊 我覺得有情緒病的人 是很需要陪伴的 但其他人都沒甚麼可以做到 我認識了佩儀 其實差不多十年了 見到他在房間上 上學、學業或生活上的問題 其實自己也挺擔心的 作為一家人 就是要慢慢日復一、年復年 去跟他聊天 至於朋友 我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因為他們是我中一 認識到現在 他們都很清楚這個問題 每逢我情緒困擾的時候 他們很忙也好 他們永遠都會抽時間 跟我聊天 因為他們知道我的情緒 所以我不懂得如何宣示或法事 他們會跟我聊天 去解決我的問題 甚至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他想去幫我 他去了讀社工 他到了現在的職業 他就真的做了社工 慢慢開始 我覺得我有這個病 已經不是一個痛苦 因為我有一群這樣 的家人和朋友支持我 為甚麼我會開網店呢 其實因為都是身體問題 之前真的有讀過西廚 讀了半年後 發現真的不太適合自己 因為我永遠入到廚房 因為有副作用 或者後悔症的關係 我可以保持出行 五、六個小時 不停 然後就會令我頭痛 暈 然後就會嘔吐 我發現不太適合我 那為甚麼呢 我可不可以找一些時間 可以自己作主 就想到開IG商店 樽頸說 你不是無時無刻 都是有單 你也會有起起跌跌的 那有一陣子 我的生意壓力是很好 慢慢這個熱潮過了之後 你的生意壓力 就不會像之前 那個熱潮那麼高 那那個位置 起起跌跌的位置 對於我來說是很難去適應的 因為我不知道 是否我的蛋糕有問題 是否我做錯了甚麼 令到這樣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會不停地想很多 想很多 那他們觀察到的時候 他們就會進來跟我聊 其實究竟發生甚麼問題 然後他們會去跟我說 其實一定會有高低起伏的生意壓 但是這件事 我要自己慢慢去調節 其實我也調節了很久 因為我不是很接受到 感動的就是 有一個客人 連續購買了五、六次 他每一次都會回答我 他會跟我說 其實你的蛋糕 真的一次比一次好吃 真的吃得出 你是有用心去改良這個配方 我是真的很驚訝 因為我沒有想到 或者有一個客人 每一次都這麼支持我 去購買我的蛋糕 而且他吃得出 我真的有用心去改良這個配方 我想達到的目標是 開一、兩家 真的只是屬於我自己的店鋪 賣我的自己的甜品 而且可以 因為其實味道這家東西 很個人的 我會想甚至乎可以做到 每一個客人都可以做到 一個專屬他味道的一個蛋糕 當然我現在未做到 不過我遲些會 這個是我的目標 我想跟家人說 在我成長的當中 他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和心力去 令我走出自己的房間 這份感謝 很難用口去跟他們說 我只可以用我自己的行動 我自己摺下來的成就 去回補他們 因為我覺得他們 比起我說的話 他們會更想看到我的行動